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超市真的有进口这一批7680箱 等于是76公吨的鸡蛋好了 这是超市的时机 可是去年11月 台湾从日本进口的鸡蛋 总共是544吨 这代表除了超市进口的这76吨之外 明明就还有其他的业者 能够从日本进口到鸡蛋的 明明台湾有很多的进口鸡蛋经验的 各种的贸易厂商 为什么到最后就是 这个看起来全身上下充满争议的超市 能够获得陈其中的青睐 能够进口最多8000多万颗的鸡蛋呢 加油员 其实国民党质疑了非常久 就是说超市是一家没有实机的进口商 但是农业部其实就拿出了超市进口 这个日本鸡蛋的实机出来 打脸国民党 那为什么这个从日本进口呢 因为其实在9月的时候 9月初的时候 这个农业部的政务次长陈俊记 就一再地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会找超市 因为超市长期以来就是跟日本 有非常深的贸易关系 而且长期都是从日本来进口鸡蛋 那今天拿出来的实机也证实了 就是说超市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那当时为什么紧急进口这一批巴西的蛋 就是因为它跟日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而日本在那时候缺蛋的时候 也都是从巴西进口鸡蛋 所以他们才透过这层关系 去找到了巴西的农场 愿意把蛋让给台湾来进口 那当时能够在短时间内 找到8800万的颗的蛋 其实对于整个 当时所开出的四大条件 大家也知道 对于农业部来讲 这四大条件的贸易商 如果能够符合条件 有多少蛋收多少蛋 而当时超市的报价 就是里面最便宜的 所以选择了超市 这都是农业部所说的 大家也可以去查证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有人去提告 说有没有涉嫌图利等等 那我相信检方也会进一步的调查 只是说对于农业部来讲 当时当全台湾都缺蛋 而且蛋的价格节节飙涨的时候 当人需要能够平抑蛋价 能够尽快的进口鸡蛋 那当时短时间内 能够找到大量能够找到蛋元 然后又能够进口鸡蛋 有这样时机的贸易商 其实是非常的少 那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超市的报价又是最低 又是能够进口到鸡蛋的话 那当然对农业部来讲 它能够赶快去解决 市面上缺蛋的问题 也就是说用6亿的鸡蛋 去弥补这60亿 市场缺蛋所谓产生的影响的话 那对农业部来讲 当然是划算的 所以如果这过程中是撕腔瘦 或是有涂力 或是有暴力 那当然大家可以去检验 那农业部也拿出了一些资料来证明说 这过程中超市最多服务费就是3800万 所以我是觉得说整个过程 当然国民党现在主打就是这个鸡蛋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秋冬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禽流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鸡蛋还是一样是大缺蛋的话 民众还要排队买蛋 或者是蛋价还是节节高涨 那如果又需要蛋的话 有贸易商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到时候要找谁来进口鸡蛋 那如果国民党这么厉害 能够找到更便宜又好的蛋 又能够立刻进口的蛋 那也立刻举出来让大家来看看说 哪一家这个蛋商可以比超市做得更好 可以进口到更多的蛋更便宜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比较 而不是事后诸葛放马后炮 这时候来说 你这个蛋太贵 你这个蛋怎么样怎么样 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这样你做 你能够做到更多 更便宜买到更好的蛋吗 这个就是社会的问题吗 不要制造这样子的乱象 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有问题 就交给检调来调查 关键问题不是这个 关键问题是台湾人民 是只要吃到鸡蛋 还是我们希望吃到健康安全的鸡蛋 这是民进党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我们要便宜 只要有蛋就好了吗 还是我们希望吃到的是 不会让我们产生问题的鸡蛋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问题 当初鸡蛋在进口的过程就 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嘉宇没有说清楚 你刚才所讲的所有的话 都没有解释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要用情流感疫区的鸡蛋 第二 为什么要这么远去巴西买鸡蛋 全世界就只剩下巴西有鸡蛋了 其他地方都没蛋 第三 超市是从日本进口蛋的蛋商 它进口了多少次 它的量占了多少 只拿出一张单据 就要让我们相信说 超市是有足够的经验 足够的设备跟足够的资金 可是事实上我们事后去检查 发现它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说法其实说不通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 国民党执政时代 加于你们民进党 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标准 至少一致 就这件事情 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个能够说清楚 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 我们也能够共体时间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说清楚 那么当然这个疑点 会持续的存在下去 刚刚大千的质疑 其实农业部都有说明 但是可能他们就是不想听 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从疫区进口鸡蛋 因为当初超司一开始要进口鸡蛋的时候 那时候巴西还不是疫区 还没有发生禽流感 所以它紧急进口的这个鸡蛋 其实是不是疫区的 当时也都是可以进口的 这个也都有提出资料来证明 那整个鸡蛋进口到台湾的过程中 也都有逐批的检疫 发生有问题的鸡蛋也立刻的退运 销毁了将近这个七八百万颗 那这个也都有这个依据 那进口到台湾之后 当然原则上都以逐批的抽样跟检验 所以原则上都是安全的 那现在质疑这个效期120天的事情 农业部也有说明 那食药署今天也会公布说 他们抽查的结果 所以整个过程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说法 那你说为什么日本进口之后 如果已经提出了10G 你觉得不够 还要更多的话 其实也有提出一些相关 就是说超私的这个家族 他们藏起来跟日本 是有这样贸易商进口鸡蛋的 这个过程跟关系 但是后来认为说 需要有人另外来做这个超私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的作业等等 才另外成立了超私公司 当然如果海啸局的话 我觉得就是交由检调 还有要求农业部提出进一步的资料 我相信这些资料 其实该说明的也都有提供了 只是大家要不要看而已 我觉得两个问题 我们把话讲得简单清楚 台湾人民能不能够接受 你现在买到的蛋 是四个月以前的蛋 你今天在台湾的家庭主妇买鸡蛋 会把鸡蛋买回来放四个月 中间先喷食用蜡 然后最后还可以在冰箱冰四个礼拜 谁敢吃这样的蛋 农委会当时就算有蛋的缺口 有必要要这样来采购蛋吗 第二个问题 超私到现在为止 农业部只拿出一张单据 如果照嘉宇讲的 他真的这么有经验 过去真的做过这么多 他的家族这么庞大 都在日本进口蛋 拿个十张八张 让我们知道他过去多少年 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只拿一张 而且这一张让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比例又占得很低 所以事实上台湾有 当时农委会不是 农业部不是只拜托超私 还有好多家蛋商 所以全台湾其他的大蛋商都完了 都死光了 过去长久以来进口蛋的大蛋商 在全世界都买不到蛋了 只剩下超私 而且只剩下巴西 这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